大家好,我们在给南花翻盆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老炉头被剪下来 那么像这种老炉头的话可能很多花油直接扔气掉了 其实像这种老炉头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次利用 这个老炉头的话可以留下来让它能够发出新芽出来 这样又可以得多一盆南花 那么这个老炉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这个老炉头我们一定要经过杀菌消毒处理 然后把它晾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来栽种了 这些是我已经处理好的老炉头 这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根的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准备好核砂 准备好核砂呢我们先把核砂把它装大概大半盆左右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的炉头呢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再添上这个核砂 这个核砂呀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最好就是把你这个老炉头的基本上盖住或者是呢稍微流出来露出来一点点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样主要是要做好这个保湿处理 让你的这个炉头啊能够做好保湿工作 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发新根然后冒新芽 这一盆的话呢是我前段时间呢用了这个老炉头五的 然后现在呢已经冒出了一个新芽出来 而且呢这个新芽的展示呢还是比较好的 再将这个老炉头啊我们栽种好之后呢就给它浇一次定根水 定根水的话大家可以用这种生根液把它稀释之后呢灌根 这样呢有利于你的这个老炉头啊尽快的生根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南花老炉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让它能够发芽的一些办法 我们下期见